崇子就是崇子 无论姓名还是样貌 眼前便是我如今唯一的徒儿 谁要再伤害他 后果自负 你怎么心这么燥啊 我也不知道 昨晚出了很多汗 感觉心里慌慌的 你 你 我来给你送药来了 竟然是你 你 你 你活过来了 活 我连怎么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知道尊者不会随意收徒 你要去哪儿 你放开我 我要去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不会让你出去 在还没有搞清楚之前 你休想把事情闹大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除此别管了 快找你师父 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郑重 你这个呆子 快去抓住他 我来给你送点下了 到底怎么了 我来不及给你解释这么多 快去找你师父 快走 珍珠 珍珠 那是如何死而复生的 说 什么死而复生 你们在说什么 还真是一模一样 不可能是强盒吧 丑丫头 师父 我觉得不必再省了 更何况对待这种妖孽 宁可错杀 也不能心存侥幸 丑儿 丑儿 师父 你来了 是我掩盖了他的容貌 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此人是不是 不是 那你为何要瞒天过海 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你 我可以作证 这真的只是一场巧合 崇子上南华之前 我见过他 他只是个普通姑娘 只不过 面容恰好相似于以前的崇子 因凡这么做 的确是担心你们有所顾虑 不想再生出肢结罢了 芸姬 你说的可是真的 芸姬也是害怕你们误会崇子 误会护教尊者 当着所有的人解释清楚 对大家都好 能做到瞒天过海的 也只有落银反了 话语至此 我只说最后一遍 此女央州文子 入我崇华宫 刺名崇子 崇子就是崇子 不论姓名还是样貌 眼前便是我如今唯一的徒儿 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谁要再伤害她 后果自负 不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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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论